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神中课 唯有你胜过一切 今天是9月7日 看摩命为他的恩慈 事日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0章15节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除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对吗? 《恶魔之眼》是一种古老的迷信 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它意味着你的好运会因为有人妒忌你而被改变 直到今天,如果你去希腊旅游 你仍然会在市场上看到无数的蓝眼护身符 有人购买这些护身符是为了保护自己 免受恶魔之眼的伤害 它现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纪念品 但是我们是否会妒忌那些不配领受 但是有得着上帝恩典的人呢? 葡萄园的比喻 原主只在说明上帝慷慨的恩典 原主在一日内的不同时段 出去请人为他做事 他甚至在下午五点时 邀请了一批人去葡萄园作工 到了何晚收工时 原主比所有工人都有相同的工价 那批一早就来做事的人 向原主发言言 因为就他们看来 这些很不公平 那时候 原主就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五节所说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 除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句话在希腊文的原意就是 因为我是好人 所以你就以邪眼来看待我吗? 他的回答暴露了这两者之间 一边是满口要求 公义公平 但是有妒忌的工人 另一边是良善、仁慨、慷慨的原主 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克格纳就解释 质道的精神 就好像那些 教祖被聘请的工人所体验 对坚持公义的抱怨一样 和真正的恩典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能够和人分享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乃是借根于这样的一种体验 我们全然不配 但是因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拯救 而不是因自己的努力 只有当我们明白 我们都是站在十字架 脚下相同的地上 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来得强 并且只有一位是值得我们赞美和荣耀 唯有是这样 我们才能够很喜乐地和所有人分享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天国很像一个原主 将他的恩慈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就让我们毫无保留地尽全力分享上帝的恩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明天的神宗课 再见